胡说八道会去泰国?豪住三万文婉吉亮酒店? 胡说八道会姐妹情深就戏人都知嫁啦之前播出,胡说八道真情假期地住区去澳洲又玩又识,真戏竟开心,而最近一般豪姊妹又在一起外游去旅行。 原来2月12日系李施华37岁生日,前排曲旧约埋,胡说八道会班豪姊妹黄志文胡被为童姚子林一起泰国旅行,欲祝生日不过今次胡姓儿童胡定心就未有同行啦。 郝姊妹琪琪陪同李施华去泰国过一个热辣辣生日,今次曲纵豪住泰国不及resort探下世界,去到泰国究竟系要住背心短裤了。 可惜细性儿童定心今次未有的同行,但都无损取四个开心心情,重轮注pose香。 李施华37岁生日,虽然未有爱人同行,但戏友好姊妹都好幸福啦,取众留言话,第一个生日庆祝。 成个行程就不停失同,众有欣赏尽量风景,好relax啊。 而瞿今次入住酒店就幸位于布吉斯人海湾奢华级度假村,人气好高价,长距离游网推荐第一位, 因怪的胡说八道会会见那道了。 身材所抱湖被威有点可以错过憨量景,易于大影特影。 那间酒店一晚要加近三万元港币,进大间屋加埋Infinity不欧望住大海,地玩都好想同自己闺蜜一起嘿啊。 房内有私人泳池,重要望住各海童热络,好浪漫。 老子林都忍,主要饮多几张量香,言善一般好姊妹边玩边饮女神香。 深言阅读。庆祝李施华37岁生日。胡说八道会,非泰国着火辣三点事都抢劲。 黄志文拍三个女人一个阴压力抱抱,胡定心虽抱称好姊妹。 最好的生日礼物。37岁李施华与鲨鱼过生日。 老子林横店聊情珊瑚定心陪好姊妹拍剧《姐寂寞》。 比爱情更细水流长。找一个会听你深的好闺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